首先要在一张正方形的纸中裁出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话 先边对边对折 打开之后 这个点不动 这样子折 当这个角和这条折痕重合的时候折下去 另一边也是一样 这个点不动 这个角和这条折痕重合的时候折下去 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三角形 要裁出一个正五边形的话呢 先把这张正方形的纸沿对角线对折 然后这么对折 只取这一个点 也就是整张正方形的终点 打开之后 这个点朝着这个点折 也是只取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朝着我们刚刚的这个标记 再折一下 也是只取一个点 然后呢 从这个折痕到这里 这条线连起来折一下 这就是一个近似72度的角 然后按照这个角 就可以把其他的折痕都折出来 这样呢 这样呢中间的折痕都有了 最后再折回去 看这里 从这个点向下做一个90度的垂线 为了确保精确 可以用笔标一下 然后沿着这条线把整个都剪下来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近似的正五边形 正六边形呢 比较简单的一种踩法呢 是从一张长方形的纸中踩 首先先对折 再对折一次 之后 把这个点固定住 当这样折 当这个点落到这条线上的时候 折下去 这样呢 这就是一个60度的角 之后再按照这个角 来把剩余的部分给折出来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长方形中 能剪出来的最大的正六边形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正方形的纸中 裁出最大的正六边形 首先把两条对角线的折痕给折出来 打开之后 这样折 但是直取两边的两个点 不要全折下去 直取这个点和这个点 之后打开 这个角再向着这个点折一次 也是直取一个点 之后呢 以中间这个中心点为圆形 当这个点和这条折痕重合的时候 折下去 之后打开 沿着这条对角先把它给折起来 那么这个角就是一个60度的角 之后再按照这个折痕 把其他的边都折出来 这样就得到了正六边形的那些折痕 之后沿着这两条折痕的这两个端点 把上面这一个小角折下去 其他的呢 就按照这条边往下折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方形中 能折出来的最大的正六边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